Hi 本來是昨晚的如是我聞 就調去今晚 讓我解釋一下為什麼 很對不起 吃螺絲 試完我煮東西 我煮東西 客人就吃得很開心 我吃得很開心 就固然有些東西好吃 但好吃還好吃 他們坐到十一點多 還沒離開 我心想很麻煩 我明明要 十一點半要做Live 那時候 情況是怎樣 整個廳 桌面全都是酒杯 還有 杯杯碟碟 刀叉等等 我頭就爆痛 然後我臭餓 我稍後會解釋一下 為何我爽餓 我面對著這三樣東西的時候 我就發覺 如果我趕快做些東西給自己吃 然後再拋頭疼 其實可能遲十分鐘 你們都會原諒我 但問題是 腸尾清 全部都是一堆一座山 有未拖地 我們一直在洗東西 就會很吵 因為我們用洗碗機 很吵 又頭痛又肚餓 又吵又怒 那什麼 不如跟大家說一聲 不好意思 不如今晚 今晚 我會做些什麼呢 我一樣在同一個話題 經常會講 這個Keto Diet 全名叫做Ketogenic Diet 就是生酮飲食 因為這個話題 我這段時間 我自己 什麼叫做 猜不到女王書 這麼多書 豈有此理 這傢伙現在是讚 還是娶我 到底 你這麼沒有水平的人 怎麼會看這麼多書 不可以說 你很頑皮 今集 我會回答大家 上一集的問題 以及繼續講 今集 會有些實戰的事情 不只是講理論 因為 我上一集講了理論 不是說理論已經講得很透徹 而是我發覺 事實是什麼呢 就是 大家聽眾有不同的水平 我想你們都明白 不同的水平 就發覺 其實你是很難 能夠在一個節目裡面 一個話題裡面 等到大家都明白 其實是怎樣 今天我開場 我會講 很少的introduction of什麼叫做Keto diet 生酮飲食 然後我就 如果你想實施這件事 你想試這件事 的話 你家裡會需要有些什麼 好嗎 然後我甚至會給你看 我煮了做我的晚餐 就是這碟這樣的東西 炒麵 什麼不是不可以吃炒麵的嗎 那我就可以告訴你 這一碟 其實呢 是為什麼可以吃的一碟炒麵 OK 好了 為什麼 生酮飲食 我要說呢 我覺得 不只是我自己覺得很過癮就算 而是 你環顧四周 你身邊 你同事的朋友 你家人 有沒有認識人 是有癌症的 又或者說你有多少認識的人 是身邊沒有人有癌症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 你要再看一下當今社會 到底是 肥的 多 全世界去看 或者我們說文明國家 先進國家去看 肥的多 還是 fit的多 我們不說肥瘦 那麼簡單 我們說健康 和 overweight OK 第三 到底是不是 心血管疾病 腦退化 cancer 糖尿病 如是等等 這一種病 其實很普遍呢 這樣 好了 如果你agree with 這三樣東西 being true的話 其實 Ketogenic diet 就是有它的可水之處 不是說 我好瘦 這樣 那我不用聽了 其實 你不聽我 不要緊的 因為人甲人緣 你可能覺得我講的很難聽 你不喜歡 就不喜歡 但是 我的作用呢 在這兩集節目 其實我就是 介紹 給你知道 這是什麼一件事 什麼一門事 OK 接著你 你繼續進行 做你的研究 有一個聽眾 他留言給我 他不是刻意 即是說 being hostile 即是說 我很有敵意 我很討厭你 我想攻擊你 他不是這樣的 但他就說 如果你的 intention 是好的 即你的用意 是好的 你可能會被人認為 你是很不負責任 因為你好像是想扮一個 dietician 即是營養師 但是你很明顯不是 這樣 他說 Keto diet 是好 好似其他 即是 dietary guidelines as long as the practitioner 即是實行那個人 實施那個人 知道 到底他會有什麼影響 這樣 他說 所以你是需要一個 註冊的營養師 去帶領 和交道他們 對了 這樣 之後再說牛油 第一 我的確不是營養師 OK 我會不會去讀一個 Health Coach 其實我是有打算的 但是 如果你想YouTube 打Keto diet 或者Keto Keto 四個字母 你會見到 素人 絕對多過 醫生 學者 去說這件事 不是沒有 UCLA的大學網站 他有說的 哈佛大學有說的 英國有說的 英國有說的 你們有多少人會聽 有多少人會聽 教授、學者 這方面的專家 去說 因為他會說得很technical 然後你就會 嘩 頭就爆了 這樣 好了 那 為什麼我不叫你 問香港的醫生呢 這樣 可能我自己的經驗不好 我認識一些醫生 譬如婦產科醫生 是喝到凌晨四、五點 之後 早上七點鐘 要去幫人 開刀接生 OK 另外一個經驗是 我爸爸 他吃了差不多四十年的 抗血壓藥 抗膽固醇藥 以及吃了四、五年的 胃酸導流藥 跟著 吃也是這樣 如果不是 就不用吃三、四十年 或者是四、五年 OK 直到我跟他說 我說 爸爸 你不如不要吃這麼多甜的東西 你不如嘗試 剪掉澱粉 甜的東西 不是kilo diet 只不過是 我覺得明顯的甜的東西 是明顯的 很starchy 就是很多澱粉的東西 OK 我就說 跟著 你嘗試每天 吃兩湯匙 的 extra virgin olive oil 橄欖油 OK 看一下 Guess what 一個月 他再回來做body check 膽固醇水平正常 血壓低了 然後他也沒有再胃酸導流 And then 我爸直接說 Why didn't you tell me earlier 就是我爸鬼 然後我就說 Dad I thought you knew 就是 我們的健康是跟我們吃的東西有關的 但是 When was the last time 你會聽到你的醫生跟你說 不是喜歡啊 西意啊 跟你說說 Oh 你應該呢 要 modify你的 diet 你告訴我 你每天會吃些什麼 Honestly I don't hear it a lot OK 我是進去醫生 就問我你什麼事 那你形容完一段時間 給他聽之後 他可能會按你幾下 然後他就會叫你出去拿藥 OK 這個就是我認為 普遍香港的醫生 會做的事 為什麼 因為太多病人要看 他未必不想關心你 可能他很想 但是他真的沒有這個時間 OK 第二樣東西就是 你是不是真的 expect 所有的醫生 都會是很 well informed of 現在所謂最新的醫學進程呢 譬如 現在你吃蛋 都可能還會有些同事朋友跟你說 喂 不要吃那麼多蛋 啊 蛋固醇會高啊 是不是 有的 但是其實明不明白 可能是四、五年前 美國FDA都已經自己 是死死死地氣 吞回說 其實吃蛋是沒問題的 我們這麼多年 都騙了 不是騙了 就是老點了你們 這樣 那我就會回答 因為其實 好像 看上一集聽眾說的話 我不是一個健康師 但是我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 我會把這件事 告訴你 介紹給你 因為 因為 就算你不是在我那裡聽到 你都會 in the end 在第二個人那裡聽到 可能兩年 from現在 可能是下個禮拜 可能 五年後你才聽到 你說這怎麼會呀 我這些好 收風收得很快 我告訴你 Ketogenic diet has been around for 100 years 直接用這個名字 叫做Keto 或者Ketogenic 都已經有成100年了 因為它是接近100年 它是一九二幾年的時候 是Mayo Clinic 即是美國 Leading Medical Faculty 他們的醫生研發出來 去治療 嚴重癲感病人 的一種方法 後來他們發現 效果很好 不如我們試一下 套用到Cancer Patients 我們再試一下 將它套用到Type 2 Diabetes 即是第二類的糖尿病 還有 腦退化疾病 還有 神經系統 還有新陳代謝上面的病 and it all came up with really good results ok 所以如果 It's been around for almost 100 years 但是呢 你都可能未聽過的話 那 你可能不知道幾多年之後才聽到 但我現在不是說over的節目 就跟你說 喂 你要聽我說 因為我是權威 我很聰明 我什麼都懂 不是 而是我介紹給你聽 有這件事的存在 那你就要去做你自己的功課 老實說 你聽回上一集 我是不是的確不斷這樣說這件事 這件事 work not work for你呢 你要自己試 而簡單的方法 就是 你試一下 cut out 那些obvious carbs obvious sugary foods obvious就是 喂 大佬 猛的都知道 吃個甜的 大佬 或者是 整碗河粉 你不是告訴我 沒有澱粉 嗎 澱粉即是糖 OK 記住這件事 澱粉即是糖 這個 粟米 巴腩飯 其實是 很多糖 為什麼 粟米多糖 飯有多糖 那這些就是 obvious no no 剪掉甜品 剪掉甜的東西 喝 OK 喝清茶 喝水 或者你真的很想喝 你喝code zero OK 梳打水 如是等 然後不要吃甜品 不要吃粥粉麵飯 Give yourself 2 weeks 兩個星期 而這兩個星期之內 你除了剪掉這些東西之外 你再試一下做些什麼 你試一下 吸收多些 extra virgin olive oil OK 即是 初榨的橄欖油 你試一下 吸收一下這個 椰子油 都是初榨的 OK See how your body tells you 這些叫做 就是biofeedback 即你的身體會告訴你 但不是每個人 都是很敏銳的 這個biofeedback 因為 有些人是 我整天都是這樣 我一向都走身痛的 不死就算了 該死不死病 那我經常都說 該死不死病 但是怕怕什麼呢 半身不水 坐輪椅 食物人 每個月要入醫院換血 要器官捐贈 就是這些是我們不想的 那為什麼我們不嘗試一下去 就是 好像我上一集所說 向我們自己健康負責呢 你不可以認為這個責任是醫生的責任 因為我覺得你要明白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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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 像我上一集所說 其實現在的醫療系統 它是management of symptoms 即是它是管理你的症狀 它並不是說 我從筋開始幫你 reverse 幫你去逆轉你的身體的不適 英國有一個叫做the food hospital 那譬如印度有Ayurvedic的醫生 中國有中醫 他們有些不同的 譬如中醫有的有錢人最喜歡的 就是去打 那些什麼 探平安脈 即是他沒有病沒有痛的 但是去打脈 開一些保腎的東西 或者是 你現在轉季了 不要滋潤的湯水 湯包 在醫生裡收拾 如果是這樣 由於他的醫療系統 理念的不同 中醫 就不可以說是 跟我們有direct conflict of interest 但是西醫是 而營養師又怎樣 其實我剛剛這個月內 我才跟營養師溝通過 他都是叫你吃脈包的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Kelogenic Diet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Kelogenic Diet Like I said 你要問 你可以問 As a matter of fact 我幫你們找了一個 請大家拿紙筆 這個時候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 你去了哪裡 OK 好幾秒 等我一會 OK 我開個link 我就有了 OK 很快 真的很快 我答應你很快 等一會 很快 OK OK 就是 你要上Facebook OK 這裡 OK The Stories to Science Q&A Ketogenic Diet OK 這個 就是由5月6號 去到5月19號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你在上面留了言 他會回答你 那就不是普通的阿茂阿瘦阿流羅 答你 是什麼人會答你呢 那我照讀給你聽 Get your Ketogenic Diet questions answered by leading dietitians doctors and world leading researchers 括弧 Cancer Diabetes Epilepsy Alzheimer's Packinson's Altism and more 從什麼機構呢 Harvard Universit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Yale University OK 那 我就會留意到 譬如 還有什麼大學呢 其實還有Boston College UCL OK Imperi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那所以就會是 這一方面最頂尖的專家 去答你這些問題 即 We can't get better than that 即 Harvard大學 Imperial College Boston College UCLA 而這些人呢 OK 他是會知道 他說的是什麼 因為他就是 這個frontier 即是 在 Keto diet on cancer 的 adaptation Keto diet on epilepsy 就是瘋癲 就是瘋癲 的研究 的frontier 還有譬如 糖尿 Type 2 diabetes 還有 我們很簡單 就是 我們想瘦一點 健康一點 其實 我也不是說很肥 但為什麼我會做這件事呢 因為 健康一點不好嗎 對不對 健康一點好 對身體好一點 譬如 即是我很開心 我可以說 其實我最近瘦了七磅 OK 我想 不夠十的時間 我瘦了七磅 我真的吃得很清 我跟得很足 那 這七磅 我發現很明顯是什麼 是 肚子的脂肪少了很多 我的肚子 史無前例 你怎麼這麼平 因為我做瘦家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 那些頭 然後就 一條瘦家褲 就露了一折 平時就是一塊 籃子這樣飛出來 這樣動算 但沒辦法 因為 又熱了 然後 又不想多洗衣服 所以就懶了 那這十天 十天裡面 我瘦了七磅 可能有很多 有沒有做運動 沒有 因為我知道 你們會這樣問我 我特意不做 我特意 我就是想試 How effective is Kilo Genic Diet 我第一次聽到這件事 是 一五年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一五年 想做 一五年尾 左右 然後一六年頭我飛 我還在飛機上 跟空姐說 我只要吃芝士 怎麼知道 我就飛去一個 沒有可能給你 Kilo Genic Diet的國家 就是印度 大哥 我在那個所謂的Yoga compound裡面 他的早餐就是 他那些 普通的Yoga 然後就加了很大堆的水果 還有蜜糖 一般人覺得健康 對嗎 上一集也有聽眾問我 就說 不吃水果 怎麼排毒 這個我待會會回答你 但是 當我在印度 要住一個半月 之後發覺 喂 我無論我吃多少好的油 但是我不可能真的 用耳耳的排油 你知道嗎 但他真的沒他的 因為他們都是澱粉 全部都是餅 麵包 還有 什麼 薯仔 印度 利用說 為什麼印度到今天 他們仍是可以 不去正視這個問題 他們有醫生 他们就有营养师 但是 因为他们还停留在说 哦 不要用椰子油 椰子油有cholesterol 所以 为什么我不跟你说 就找你留下家庭医生 因为老实说 我真的没有信心 如果你要 like I said 你去回刚才 我讲那个 Stories of Science OK 等他们 这些真正 这方面的专家 OK 去答你 那我读一个给大家听 好吗 就是 有人问哦 How does a ketogenic diet works in terms of targeting cancer? 就是这个 生酮饮食 针对癌症 是它怎么样运作的呢? 那我读了英文 先读回中文了 In general the diet is a beautiful way to get your body in very high status health It enhances the metabolic efficiency of all your normal cells OK 我读完 先读读中文 With cancer cells they can only produce the energy they need to grow via fermentation which requires glucose If you're limiting glucose you're taking away their fuel We know of many people who have had their tumor stop growing or become very indolent as a result of this diet making these cells vulnerable to other kinds of non-toxic drugs and treatment 我上一集 拿了一本书给大家看 那本就是德国的癌病 的frontiers 医生和教授 三个 去讲关于 keto diet 其实keto diet 已经被瑞典政府 奉为他们推行的东西 甚至有一个全版的报纸广告 我稍后给你们看 就是 在瑞典 你买Audi A8 是不是A8 我忘记了 名字 anyway 买一辆漂亮的Audi 的车 它就送牛油给你 就是因为 太popular keto diet 因为瑞典政府 看了超过万六份 的keto diet 的research 之后 他们认为 OK we like this this works 因为 瑞典有很多肥的人口 所以 我现在 我们要 adopt 这个keto diet 所以他整个 就是 瑞典的医管局 就推药了 现在问题是 香港特需政府 有没有推药了 do they even know about it OK 我不知道 有人问一下 高永文 可能高永文 太多事情做 他都不是很 well informed 这些事情 不是 个个医生都知道 and by the way 我在印度期间 what happened 就是 我读瑜伽 是不是 我考牌 那 瑜伽的时候 我们要读 那些叫做 anatomy and physiology 就是人体结构 学与 什么 运作 暂液 OK 那 教那个 是一个 doctor 来的 接着 他就在 说 cholesterol is bad for you 应该要 吃 薯仔 接着 吃 饭 吃 面 那 就是 那个三角形 food pyramid 底部 就是 电粉 汁 碳 水化合物 现在香港的 子孕 都还是这样的 所以你问我 有没有信心 叫你去看 你留下家庭医生 当然没有 上面 就是脂肪 好了 这个时候我 challenge 他 我就问他 我就说 你有没有听过 keto diet 没有 那我就解释 给他听 我说 其实你身体呢 是可以呢 混用三种不同的 energy source primarily 就是主要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糖分 就是电粉质 糖分 第二种呢 就是脂肪 接着呢 我开始 说给他听的时候呢 他好像要 捍卫自己的权威 博士 doctor 妈妈 那的时候呢 他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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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to is bad for you keto Peter T.C. Chen K-E-T-O OK keto is bad for you 这样 You know why she said that? Because 他误会了 以为是 keto exidosis 就是 第一类 糖尿病 当你身体已经 就是 基本上 已经认不到 有没有insulin分泌的时候 那你的糖分 就会排出来 所以怎样会 摇一些甜的 尿有矮衣 然后会有烂脚 又有胃脑 因为 你身体发炎 发得很重要 那 这个时候 你的同体狂分泌 是去到一个危险的水平 但是以我们 饮食 会不会可以去到这样 不会 OK 但是 like I said 我说这么多 Keto diet is really good for you it works on me and it worked on my dad 虽然我爸不是真的严格 执行Keto diet 但是他减少 不吃淀粉质 不吃甜的东西 然后两汤匙的橄榄油 他已经不用吃了40年的药 胆固醇药 跟着 降血压药 和胃酸倒流 原来呢 他后来才发炎 记住 吃了4-5年的胃酸倒流药之后 医生从来没有跟他说过 你不如试下 咳糖粉 咳淀粉 你不如试下 喝多些好的油 没有 直接一路开入给他 in which 大部分的医生都是这样 and I'm not surprised but I'm pissed off 我很生气 我很激动 因为 那个是我爸爸 是不是 我 我怎么会忍心 想我爸爸 经历这么多的痛苦 为什么那个医生 不说 他因为不知 无知 还是他 知道他也不说 那等你不断地回来买药 他可以赚钱 I don't know 我不想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 but what I'm saying is 你的健康是你的责任 ok 所以我现在introduce一件事给你 你不要照样煮碗筋了 你上网做research like I said 我会把那些网站放上去forum ok 但是我不好意思 把我自己每日吃了些什么 都放上去forum 因为其他主持就觉得 啊大哥 那你放我们是不是要放呢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我每日吃了些什么 你就上我自己 即是女王PAM的page 但是 关于 比如我刚才说的 哈佛 耶路大学 Boston College Empire College 于是有你这一群的 专家博士 他们解答你的问题 那条link 以及其他的 Keto diet的主要link 我会在一个post 都放出来 给大家慢慢看 好吗 好了 那我再读完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段 就是说 为什么Ketogenic diet 对cancer会有效呢 但不过是Professor Thomas Seyfried 是Boston College的 OK 那中文 我先说完这里 译完给大家听 就是说 为什么Ketogenic diet 就是生酮饮食 对癌症有效呢 他说普遍来说 这种饮食方法 是能够令到你的身体 处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 它是会令到 所有你的正常健康细胞 都能够达至最好的 新疹代謝状态 OK 但是 我们说癌细胞的时候 它们只能够透过 Glucox Glucox 中文是什么我不知道 Glucox的发酵作用 即是发酵的Glucox 成为它们所需的 Energy 它们的能量 OK 如果你不吸收Glucox 即是糖分 简称 OK 那你就拿走了 癌细胞的能源 所以 他就说 以我们的了解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 当他们 go on keto diet的时候 生酮饮食的时候 他们的肿瘤 就开始萎缩 或者是不再继续膨胀 不再扩散了 就令到这些细胞 很容易可以接受到不同的癌病治疗 而会有效 OK 那这个 我为什么要 跟谁说呢 因为你们不相信我 有人会说 我为什么要听你说 其实 like I said 我再重复一次 我只不过是介绍一件事 给你吃 我introduce 说真的 不是我说 可能过多几个星期 就是苹果日报的复刊 出一个叫做 食油减肥法的了 那你就问心 你觉得 我两集的节目 加上可能三个小时 会详细一点 一定有一篇的苹果复刊 会详细一点 OK 而苹果复刊的记者 他未必真的切身处地 实践去试这件事 但是我是 而我把我爸爸 我自己的经历 告诉你们 那是不是其实 会适合一些 OK 好了 接着 又回应上一集有听众 就说 那不吃三果怎么排毒啊 就是这样 好了 第一个问题 排毒是靠你的肝 就不是靠生果 一定是你身体自己本身 有排毒的功能 而不是要靠外在的东西 正如你吃那粒 所谓的miracle pill 它不是令到你健康了 它是令到你的症状没有了 或者减轻了 你不是真的健康了 get that right OK 那你的病在哪里呢 九成九 在你的日常生活里 九成半 九成了 在你的日常生活 你的饮食 比如压力 吃烟 飲食绝对是一个很大的factor 基因 这样 yes and no and 不是佔太多 OK 为什么糖分 对身体不好 上一集都有讲过 这次简单来讲就是说 当你有糖分的时候 你身体就发炎 你身体就进入一个储存 mode 储存2 脂肪储存2 那它就不燃烧脂肪 那你身体里面那些皮下脂肪 都算少了 如果你不计自己肥 你另一半又不计自己肥 by all means 肥 但是不是 我们现在讲讲内脏脂肪 那些真的拿来命 是危险的 那身体的发炎又是什么呢 其实所有的慢性病 最终可以拿你命的 都是和发炎有关 OK 好了 那 那 生果这么好 怎会不吃呢 那你其实讲真的 你问 我这条街 你问有十个 都会答你生果是好的 饭后果 一人一瓶果 医生远离我 是吧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 但是 我现在用一个比喻 我希望不要比喻不论 但如果你是一个 即是幸福的香港人 你准备买楼了 很多钱 我没问题 我可以买楼 楼价多贵都没问题 我可以买楼 好 你除了会看价钱之外 你还会看什么 地区啦 间隔啦 哪个发展商啦 是不是 设施啦 但是有一个更加重要的 是什么 实用面识 Same thing applies to 生果 OK 譬如 OK Let me find an apple hold on OK 这里有个苹果 OK 那 sorry 我放近一点 这里有个苹果 而这里呢 有个 椰菜花 OK 这两样东西 那这两样东西 这两样东西呢 登登 呃 两样东西都可以吃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如果你可以切齿 即是说真的 粥粉面饭 和糖的饮品 苹果也好 但如果我说实用面识来说 实用面识 就是什么 就是你扣了些无谓东西 就叫实用面识 就是那些什么楼梯 啊 外面的升降机 那些 那些就是你家里面 可以用的 就是实用面识 其实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一个苹果 它实用面识 不及椰菜花糕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苹果里面 狠狠地 十几 做什么 叫什么 十几至可能二三十克的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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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那些甜到鼻的水果是很好吃的 但是它對你的身體的害處很大 因為它是有它的好處 但是它的好處可能佔整個比例相對低 但是這些蔬菜 尤其我剛剛給你看的那些 是非常非常有益的東西 好了 還有什麼問題我要回答呢 我回想一下 大家如果有問題請歡迎留言 我稍後會看到的 OK 食譜我可以分享的 但是回到我自己那裡好不好 即是女王PAM那裡 我不放在這裡 因為我免得攪著網站 如果有興趣知道我每天吃了什麼 那你就可以放上去 因為Obviously my diet works 因為我不夠十天 應該不夠 瘦了七磅 而且是皮下脂肪少了很多 我穿了露汁妝 OK 我皮膚好了 我現在其實沒有化妝 OK 對了 不要嚇壞大家 那麼 就 還有些什麼呢 我先看看 女王 女王 有個朋友經常跑馬拉床 她每天吃很多碗飯 很多隻雞蛋都沒有問題 因為她的運動很快消化掉 問題是你沒有運動 收入多過G-chart 很快會增肥 有其他疾病 yes or no 為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職業的長跑運動員 你的確可以吸收一些炭水化合物 因為你會在跑做運動的過程裡面 你會消耗一部分的Glycogen 即是你身體吸收了再轉化 塞了下去你的肝 還有你的肌肉裡面的糖粉 OK 那那個是最就手的 那你的身體是會選擇性地先用那個 但是跟著呢 她就要用脂肪了 那你知道運動員的皮下脂肪不是很多 那所以呢 其實她可以兩樣東西都一起有 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 Like I said 今時今日 肥的人 OK 你不是跟別人比肥的 你摸一下自己的腰 跟著你上一些比較精密的磅 你確認一下 其實你的體內脂肪是不是一個安全的水平 你的內臟脂肪是不是一個安全的水平 好了 跟著你家裡有沒有這個癌病 糖尿病 腦退化症 就是什麼柏金順那些 的病歷史 如果有的話 Why not give it a try 試一下 是不是 剛才我都說 有那個website 你們儘管留言 會是世界最頂級的專家去答你 Go ahead OK 好嗎 試一下吧 試兩個禮拜 看看怎樣 然後 有人就說 喂 其實呢 我 我不是很想吃肉 這樣 那我可不可以 就是 不要吃那麼多肉 這樣 我想大家呢 搞錯了 包括剛剛留言的 這意思 不吃澱粉質可以吃高質蛋白質代替 我會知道 Keto diet Keto diet 是 not Atkins diet Atkins diet 都叫你 Limit to 20g的carbs 一日 但是他叫你 大膽大膽吃肉 OK This is not Keto diet Keto diet 它的pyramid 它的底 是good fats which I will be showing you OK 我說完這堆東西之後 我就會逐個逐個給你看 如果你真的想試Keto diet 認真地想試的話 你會需要出血 因為你需要買這堆東西回來 OK 有些我會說是必須 有些就不是的 你喜歡就買咯 這樣 那 那 包括拿著這杯 有些噁心 大家看到 Sorry 那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我告訴大家 因為這個呢 是很值得嘗試的東西 這個呢 叫做Bullet Proof Tea 或者Bullet Proof Coffee OK 裡面呢 就是你要咖啡做底就可以 或者是茶做底就可以 OK 就加一個代糖 不是chemical的代糖 是天年的代糖 答應了你們會給你看 太古 Stevia Sweetener OK 一個呢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對你的血糖是毫無impact的 它不會引發到你的胰島素 OK 爆出來 不會 所以這個呢 就這樣胃胸都買到的了 OK 那就是 茶的咖啡做底 加可能一茶匙這個 再加什麼呢 就加 我放在哪裡 OK Coconut Oil OK 搓炸 Extra Virgin OK Coconut Oil OK Cold Press 冷炸 對 然後 100% Natural Yay Good Stuff 這個呢 是我的好朋友Anna 介紹我 叫我七五九買快點去 120元就很划算 還要有九五折 它買的時候還有九折 那這個呢 就是當你做Bullet Proof Tea 或者Coffee的時候 就一湯匙 OK 接著呢 我一定會被 Jolin笑到爆了 就是 Carrie Gold 對 有一個簡體字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確是在鄰近經濟協國買的 唉 因為我那時候還沒發現香港油 OK 那現在發現了香港油 可以在香港買的 對 為什麼這麼多人推送 Carrie Gold呢 因為它是愛爾蘭草治的牛 草治的牛 對那個 農商來說 成本高很多 因為它要給很大片地 讓它走來走去 不是困住它 只是塞它吃穀民 對啦 分別就是土地供應要大很多 OK 那好了 就是 茶花式咖啡 加 OK Stevia 加牛油一湯匙 Coconut Oil 然後放在滷蛋裡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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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說 喂 我想再好吃一點 可以 加薄忌廉 噢 我忘了拿薄忌廉出來 噢 噢 噢 我可以走開幾秒鐘 拿薄忌廉 好嗎 你等我 一分鐘 我想拿過來給你看 等我一會兒 好 OK 我回來了 對啦 很快 那這個呢 就是薄忌廉 那我就 我用這隻的 叫Arla 我不知道你們在街上買不買到 那我為什麼選擇它呢 因為它的脂肪很高 它的脂肪呢 如果 100g 它有36g 的脂肪 which is beautiful 我們要的是脂肪 然後它的 碳水化合物 糖是3.3 所以它的比例差不多是11 對不對 那這個呢 比如說 我喝茶 或者咖啡的時候 我想加 什麼 我想加 一匙的 霉霉 Oh by all means please do it 還有我喜歡 它有些香味 你可以加 巧克力粉 毛糖 記住 Coco powder 或者是加 肉桂粉 或者是加 肉桂粉 它對你的 血糖水平 是很有幫助 你發覺 如果你吃了 一個很高的 澱粉 很多糖分的一頓飯之後 你如果 吃一點點的 肉桂粉 它是可以 低下 血糖的 飆升 影響幅度 差不多 3-40% 是很厲害的 所以 因為 Keto diet的人 很多會加 肉桂粉 其實 Elegan 好像酥油茶 有一個方法 令它更加健康的 就是 我真開心大發現 也是胃腔 我在大胃腔 我想 如果多外國 賣的超市 例如 Market Place by Jason 其實都是牛奶公司 那你就會找到 Carrie Gold 對 61.5元 現在是牛奶公司代理了 這一款 Super Good Stuff 都是牛奶公司代理的 這一款 是 接近70元 但你看到 它是牛這麼大瓶 它是差不多2L 那是什麼 就是 阿麻子奶 阿麻子奶 因為如果你真的 按Keto diet的話 你不應該喝 普通的鮮奶 它裡面的乳糖 也很高 而且有些人 乳糖不耐症 他本身已經不能喝 那你也要喝別的東西 對吧 這一個是很好的 阿麻子牛 對不起 阿麻子奶 Sorry 它裡面有1200mg 的Omega 3 Omega 3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就是它是令到你身體 減低發炎 我們吃腰果 你們是不是覺得很健康呢 腰果Omega 6很高 但是Omega 3很低 我們正常 現代人的飲食 Omega 3是不夠的 所以為什麼叫你吃魚油 吃沙文魚 阿麻子 阿麻子 這樣 One thing you need to know 值得知道的就是 阿麻子 如果是圓粒吃 你身體是不能吸收的 我的媽媽 做什麼 它是會怎樣吃 怎樣出來的 是要打了做粉的 你才能吸收到 而這個更加好 就是因為你可以拿去沖茶 或者沖咖啡 就是我剛才說的 Bullet Proof Tea 或者Coffee OK 這個本身是沒有糖的 OK 所以是非常之好的 那大家 這個我是highly recommend 這個非常之好 是防癌的 其實所有能夠令到你 這個insulin 就是那個胰島素 不分泌 不狂分泌 以及令到你血糖 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 能夠令到你生酮就更加好 其實就是抗癌 這一套你魚 其實當它是減肥飲食 你不如當它是抗癌飲食 好了 接著大家歡迎繼續留言 接著我就開始展示 我買了些什麼 什麼叫做must have 就是一定要買 什麼叫做不是一定要買 這個Bullet Proof Tea Coffee 這個呢 我不喜歡喝咖啡的 所以我喝茶的 我一天喝兩杯 兩杯呢 其實就已經有 Let me do the math OK 24g of fat 在一杯 座底 28g 對不起 因為一湯匙羹的牛油 和一湯匙羹的椰子牛 大約是14g的脂肪 所以一杯就已經有28g 兩杯就有56g 56g 56g就是我每天需要130g 一大部分 我當然還有其他東西吸收 譬如很健康 你每天都要吃到的牛油果 蛋也是 其實蛋 你最好買自然放養的 還有Omega 3 特別高的 買好一點 買日本蛋 穩陣一點 OK 還有什麼必須要的呢 大把 然後 這個茶咖啡 是最容易 令到你可以吸收到足夠的脂肪 的good fats very good fats 那如果你問我 我不知道你會問這些問題 但我當你會先 我可不可以只要椰子油 我不喜歡牛油 或者我只要牛油 不要椰子油 我回答你 其實可以實行的 但是 preferably 兩樣都有 為什麼呢 解釋給你聽 先講椰子油 椰子油呢 它有 大約 你當五成五成 因為每個牌子不同的 但如果它五成 你當它是 這個叫做 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 OK 即是 中鏈 中鏈的脂肪酸 即是不需要經過你的肝 或者你的膽 一起去合作 都能夠直接 被身體當能源 直接用 不用繞多個圈 不用繞 也不會在代謝過程中 產生自由肌 就叫做 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 未必有五成 可能少 可能只有三成 或者兩成都不足 接著它一部分 是長鏈脂肪酸 剛才是中鏈 還有長鏈 長鏈就是 不是馬上吸收 它需要長一點時間去吸收 即是代表有一些 會立即使用了 能力 有些會慢慢釋放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叫做 Lauric Acid 我不知道中文是否叫做 月桂酸 I'm not sure Double check Lauric Acid 差不多佔 一瓶 這些初榨椰子油 一半左右 有些可能去到六成六成幾 它是什麼那麼好呢 我們一直都聽說 母乳比奶粉好 為什麼母乳這麼好呢 因為母乳就是有Lauric Acid Lauric Acid 就是抗癌 會抑制癌細胞的生長 還有 會令到如果有些人 身臣代謝很慢 因為她那個 臘瓶 即甲狀腺功能 比較 inactive的話 它是能夠令到它 變回 active 不是說會令到它高 會令到它normalize OK 那麼 這個Lauric Acid 月桂酸這麼好 你可以上網看 它有很多很多好處 除了椰子油之外 還有邊緣油 還有人奶 就是牛油 對了 所以呢 為什麼就說 你最好這個茶 或者咖啡裡面 就加這兩樣東西 就是這樣 因為你的能量 dispersed 即那個釋放 會是比較平均一點 比較穩定一點 就是你不會等於平時吃了一碗飯之後 很精神 就突然間又覺得很累 就犯你公心 其實犯你公心 並不是真的說 那些血都在你的胃裡 所以你就眼睡 其實更大部分的原因是 因為你的 胰島素 一分泌 禁止你的血糖 所以就會出現那個 很眼睡的症狀 OK 這個呢 你可以早晚一杯 其實呢 你已經覺得很飽肚 尤其如果你趕時間出門的時候 早上 早上我不想弄這麼多 其實你可以 淋睡整定一杯 第二天早上起床 你喜歡熬熱它 或放它在微波爐 都可以 那麼有個聽眾就問 他說可不可以 不用這個 blender 我解釋一下其實可以的 因為呢 但是它會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它不會 emulsify 就是水乳膠 它就會浮在面 所以為什麼你用這個blender 就是它會把它全部打勻 乳化了過程 那你喝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creamy 那如果你再想 剛才再說了 你想它再有一點 你就用這個flax milk OK 或者你可以用 無糖的coconut milk 無糖的almond milk 甚至三顆 不如 那你就吸收得很好 which this is what I'm doing OK 先喝一口 還有呢 Believe it or not 其實是很好味 還有 現在很多台灣的健康 即是那些 珍珠奶茶店 不是有那些 起司奶蓋 那些 那些 那些飲品的 我是很喜歡的 起司奶蓋其實呢 是很簡單 哎呀 我沒有拿出來 Cream cheese 我有解釋過裡面 Cream cheese 加 whipping cream OK 接著呢 加海鹽 它就有加奶的 但是呢 我們不用奶 那我們只用 Cream cheese 加 whipping cream 加海鹽 接著你就可以發完之後 你有個 即是打蛋器的話 發完之後 你就可以放這個上面 或者你可以作為 餐後甜品 那你可以加 菊菇粉進去 基本就變成 chocolate mousse you know 吃得的 只要provided你的糖 是用stevia 或者用羅漢果糖 都可以 那 它就是一個很美味的甜品 你是不是完全不吃得生果 不是 譬如士多啤梨 你加一兩粒 切碎了 撒在這裡 是可以的 你加藍莓 幾粒 都是可以的 沒問題的 OK Paul Manchill 問可不可以用即溶咖啡 可以 可以 即溶就有糖 有些沒有的 有些沒有的 即不是三合一的就可以了 嗯 跟著 糟了 我講到哪裡了 失憶 忘了 忘了自己講到哪裡了 找人提我 是啊 Chan Wing Kang說 上次看完去超市 留意一下這些 label 什麼鬼都有糖 我都說你現在市面上 買到的東西 有八成是有糖的 還有呢 糖是很狡惑的 它不是就這樣叫sugar 它會叫fructose glucose 還有什麼 corn syrup 很多種不同的名字 它是可以有三十個名字 你不知道它的糖分 所以其實你要做這個 diet的話 不懶得 為什麼不懶得 其實你需要做很多research 你需要看很多資料 你很需要去買東西的時候 每樣東西你都要看 label 看 label 看 label 不只是它那個營養標籤那麼簡單 你也要看它的 ingredients OK 我找一個舉例給你看 好嗎 OK 譬如Kimchi OK 對了 Kimchi 那這裡有個 label 是不是 那個 label 它上面寫著每100克這樣 那我們不用看 你其他的熱量 那些東西 我們可以看 總脂肪是沒有的 那你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沒有脂肪 那我又要吃呢 那它炭水化合物呢 有5.6 糖分2.4 那這個就要教你看 5.6減了2.4 就是真正的net carbs net carbs 就是 怎麼說呢 你 sorry 我反過來說 你減了纖維 但是這裡沒有寫 OK 所以5.6 2.4 out of 5.6 是糖分 其餘的就是纖維 OK 那這個就是Kimchi 為什麼Kimchi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在這裡 叫做 納豆 是對身體好的 因為呢 納豆 和Kimchi 兩個東西 有什麼東西 相同之處呢 就是兩種都是發酵食品 發酵食品 對我們的腸道的健康 非常之好 但是你又要留意 不是每一個納豆都是一樣 每一個品牌的納豆都一樣 然後每一個Kimchi 都一樣 好像我這個 是其低的 我這個 是 它一盒是50g 但是它100g 才只有1.9 的碳水化合物 OK 但是它的脂肪是8.4 所以它的比例是非常之好的 而且我一盒只吃一盒 就是一盒是50g 所以其實是 very very good 這個是recommend 但不是必要 OK 什麼是必要買的呢 我現在開始講了 如果有紙筆的朋友 請拿你的紙筆出來 紙筆呢 現在就開始要寫了 必須品 Extra virgin coconut oil Extra... I mean grass...grass fed butter OK 我不是說一定要買兩個牌子 這個是因為很划算 759 而且它是黃絲企業 支持一下它 OK 非常之好 然後 grass fed的牛油 你找到第二個牌子 就買第二個牌子 OK 那麼 胃腔有壽 OK 然後還有什麼是mus let me find it oh yeah stevia 是mus stevia 因為如果你接下來需要任何甜的東西 會的 那就會用到的 就要買這個 stevia 或者munk fruit 即是羅漢果糖 都可以 OK 好了 還有什麼是mus 就是... 正在找 好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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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是一定要 我解釋了一件事 我上一集沒有說 就是 如果你按Keto diet 你一開始會瘦很多 好像我也說 我不知道 不夠10天 已經瘦了7磅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是不是水分 一部分一定是水分 但是我也知道 我的脂肪少了很多 但是為什麼我一部分是水分 你要知道其實你吃這個 叫做什麼 就是普通人的正常 所謂正常飲食 就是很多碳水化合物 很多澱粉的時候 你的腎其實是 很多很多水分 而那個水分裡面 是要保持很多的sodium OK 就是... 是不是叫鯊 好像是 OK 但是當你不吃這麼多的澱粉質的時候 你這個腎就... 一天都光光了 這樣 那我就會排了那些多餘的水分 和納出來 那很多人就會經歷一件事 叫做Keto Fluid OK 當你身體開始 那些Glycogen 即儲存你肌肉 和肝裡面的糖分 開始消耗到七七八八的時候 它開始轉了 Switch Mode的時候 去燃燒脂肪 作為能源的時候 有些人頭那幾天會不舒服 有些人可能好像我那樣 幾個小時 有些人可能三五天都不出奇 那普遍症狀是什麼呢 我講我自己 就是好口渴 好口渴 其實你好口渴 就是你的身體告訴你 你需要鹽 需要礦物質 需要電解質 因為它排出來 因為你的身體轉了 它不再需要 維持這麼多的水分和酸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排毒 大哥 你就應該要轉Keto Diet 因為你維持這麼多的水分 在你身體裡把托嗎 你維持這麼多的鹽分 酸在你身體裡把托嗎 排出來 如果你水腫的人 你更加應該 OK 還有Btw 毒素是儲存在哪裡 儲存在脂肪細胞裡面 大哥 所以排毒不是靠水果 是靠減脂 和你的健康肝臟 那為什麼你的肝臟靠Keto會健康了 因為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 因為Lauric Acid 因為這些東西是給你儲存很多的水分 和蠟質健康得多 OK 好了 剛剛所說的必需品裡面 就是 有這個牛油 椰子油 好的鹽 不是一般的餐桌鹽 你千萬不要 大陸蠻腸鹽 不理牌子 我們是要好的鹽 這些是真的可鹽 它裡面是有很多不同的礦物質 在裡面的 今時今日我們吃的蔬菜 其實更加需要的是它的礦物質 因為其實蔬菜是在泥土裡面 扯了一些礦物質出來 將它轉化成為維他命 但今時今日我們吸收的礦物質不夠 因為我們不是身處沖繩或者日本 我們吃不到很多的海洋的植物 即是海草、昆布那些 還有我們靠蔬菜 生果 我沒有說過 靠蔬菜我們吃得不夠 就算你吃很多菜 你也未必夠 因為現在的泥土裡面的營養也不夠 OK 所以就 Yup, there you have it 還有什麼必須的呢 OK 其實沒有 真的必須是這三樣東西 那你會經常吃的蔬菜會是什麼呢 剛才提及的那裡 椰菜花 OK 牛油果 還有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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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對身體很好的 對了 不是Adrian Lau問一個問題 想問清楚一點 Cold pressed coconut oil Olive oil 是不是每天就這樣放兩斤入口吃的呢 師傅你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 如果你要達到的是Keto 你未必夠的 兩斤 OK 好像我把我的身高、體重 和我的脂肪、肌肉 全部輸入之後 是要計算的 OK 你不用你計算的 在網上 你打進去會幫你計算的 我是需要130克的脂肪 OK 多一點都可以的 那我130克呢 你以每一匙的牛油 不是 牛油 還有Cold coconut oil 你當一湯匙是14克 其實你需要很多 但是當然你一部分會來自牛油果 蛋 三文魚 甚至很肥的牛肉 豬腩 這些道理 但是 如果你要達到Keto 是你每天的 碳水化合物糖分 要是Under 20克 其實是有相當的難度 Let me give you one example 這個不是叫你買 是千萬不要 我可以在日本買回來的 抹茶 你看到它有一個sweet 它加了糖 好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OK 營養標籤 你看到它炭水化合物是11.6 是一杯 明白嗎 所以我一天 我只要喝一杯這個 再加我吃其他東西 粥粉麵飯 那些 我就已經 一定是 不會再 Keto 即是On Ketosis 即是 生酮 即是身體 將脂肪轉化為能源 你想想我喝兩杯 多難 或者喝兩杯抹茶 就已經搞不定 OK 所以你們是想像不到 其實每天在吸收的糖分 是多成點 OK 我覺得上一集有一個問題 我都需要回應 在我繼續說話吃之前 就是有人說 這樣吃化 即是吃這麼多脂肪 是不是可以的 會失血管的 這樣 OK 這個我告訴你 等於你說 現在香港 經濟不好 因為佔中 一樣 你的理解 不關你的事 但其實是本末倒置了 那這個 就多謝一個叫做 Ancel Keys的人 他做了一個所謂的七大洲的報告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牽涉了差不多 二十七八個國家 但是他只抽了很少部分出來 去支持他的觀點 就是 saturated fat 即飽和脂肪 導致血管閉塞 他特意留下了一些 不支持他的理論 總之 這個人輸打贏要 OK 那就出來 這件事 加上一集所說的 兩個哈佛大學的科學家 就說其實是糖分 脂肪不好 不是糖分不好 因為他們收了錢 收了等於今時今日 五萬元美金 所以這兩份報告加起來 就影響了我們五六十年 影響了很多代人 所以我很悶氣 我很生氣 其實如果你要說 為什麼血管會塞 其實靜脈是不會塞的 Urteries Urteries是什麼? 大動脈 會塞 為什麼大動脈會塞 而小的血管不會塞 有原因 但我不解釋 我現在主要要告訴你 為什麼你不用怕 不用怕吃脂肪 不怕 因為 本目導致了 為什麼 你那個 會有 血管內壁會積聚 為什麼血管越來越窄 因為它裡面有東西填 它為什麼會填 這個才是關鍵 你說佔領不好 佔領運動佔中 令到香港經濟不好 但是 如果你不說八三一 和白皮書 那就不是個complete story 正如我們去理解 為什麼血管會閉塞 其實更需要理解的就是 為什麼血管會閉塞 不是因為膽固順 不是這樣去理解 而是因為你的血管 你的Urteries 有撕裂 等於我們香港社會一樣 撕裂 它有些叫做 micro hemorrhaging 就是說它還沒出血 譬如 它有些破損 它流血 它滲 它受傷 這個時候你身體就會分泌三樣東西 但是主要是兩樣 就是鈣 和 膽固素 即是膽固素 它立刻形成一塊膠布 搭著它 保護它 去填補回流血的傷口 為什麼會有這些 微出血才是關鍵呢 為什麼 因為你身體發炎 這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為什麼身體會發炎 因為胃肚素 因為胃肚素 胃肚素 為什麼高 因為糖分攝取高 你現在看到這個因果關係 明白嗎 所以當你糖分攝取低了的時候 你的胃肚素就會低 你的胃肚素就會低 你的胃肚素低的時候 你的身體發炎就少了 這個時候你的血管就沒有那麼容易撕裂 不會那麼容易有微創流血 而鈣質和膽固素 要立刻去維修 它每次維修 即是不斷地搭一塊膠布搭搭搭搭搭 搭上去 你的血管內壁就越來越厚 這樣就容易阻塞了 做什麼 不要打架 OK 對了 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 維他命C吸收不夠 維他命C吸收不夠 當然了 今時今日的人 你留意你每天吃午餐 最大份的是什麼 是飯 是糖份 明白嗎 而不是蔬菜 應該是蔬菜 OK 我一碟裡面很大碟是蔬菜 很大碟 每天其實我們需要 八至十杯的蔬菜 That would be ideal 你不可以的話 都不用六杯 OK 那好了 說到份量的時候 我們又說另一個東西 說一下肉其實吃多少 肉吃多少 就看你的活動量 那譬如呢 舉例 如果你是經常坐在那裡 就需要少一點 如果你是運動員 你舉鐵的 你要練大隻的 那你就需要多一點 那其實online有很多 那些calculator 叫macros的calculator 他會幫你計算 所以這個不需要太擔心 那但是 簡單 很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 你大約每人 每一餐 吃的肉的數量 大概就是 一份啤牌 一個啤牌的大小面積 對 很小的 其實 就是說3至6盎司 如果你是一個小小的女生 是蠻積的 那你3盎司 好了 但如果你說我6尺5的 我很大份的 那你可以6盎司 那也要看你的運動量 好像剛才所說 那所以就是 我給你們一些link 自己去輸入的時候 你可以find out 但大概就是這樣 那魚會是 可以多於牛肉 或者雞肉 一些的 因為它的比例 有一點點不同 好嗎 好 那 那就 再說回 這個 血管的 硬化 還有它的 保濕 維他命C不夠是一個主因 所以 你需要一些很有益的 Dark Levy Greens 就是深綠色蔬菜 我剛剛開始轉乳肌肉的時候 我曾經 有個擔心 就是會不會鈣質不夠 然後我很快就知道 傻子得飽 因為我每天都會吃 現在 為了吸收好的脂肪 吃很多芝士 芝士就是很高的鈣 差不多完全零 或者很微量的碳酸化合物 很高的脂肪和很高的鈣 還有很高的什麼呢 很高的K2 K2這種維他命 它是會將你 軟組織裡面 包括血裡面 多餘的鈣質 鈣質 踢走 去骨 所以 為什麼我們會骨質疏鬆呢 外國 你看到 幾十年來都要叫人喝奶 喝奶 但是 為什麼 越叫人喝奶 這些國家 骨質疏鬆得越嚴重呢 反而 為什麼亞洲地區骨質疏鬆 相對沒有那麼嚴重呢 就是因為我們吃深綠色的蔬菜 是吃得多 而且當你有研究說 豆類製品也是對這個鈣質的吸收有好處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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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如果你是肯吃芝士的 你又按Keto diet的 你就會像我這樣 OK 有Bree 有Cammin Bear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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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的 Parmigiano Raggiano 漁士等等 不同的 芝士 因為 你只要吃 很少的份量 就已經可以滿足到你 很好的鈣質吸收 和脂肪 和深綠色蔬菜 剛才所說的 所以 如果你是要保護你的 血管 不要撕裂 不要阻塞的話 你需要維他命C 蔬菜 in which 在Keto diet裡面 是我們需要吃得很多的 還有K2 K2 除了芝士之外 在牛油裡面有 在蛋黃裡面有 OK 還有在 過回來 在納豆裡面有 買納豆的時候 記得注意它的糖分 碳水化分有多少 OK 好了 真的必須的東西 就是我剛才 是示範了的 那三幾樣東西 However 如果你說good to have 有些什麼呢 good to have 還有些東西 例如阿麻子 阿麻子粉 點點綠 你說其他品牌都可以 你撕去沙律裡 撕去沙律裡 撕去什麼都可以 這裡 很多的 很多Omega 3 很多纖維 還有它有很好的脂肪 都是 還有 你需要看的是什麼 就是它的Omega 3 都是Omega 6 所以是一件很好的 產品 跟魚油差不多 這樣的效果 OK 好了 所以K2 絕對可以 沒有問題 OK 跟著另外 good to have 還有什麼呢 就是這一種 叫做 OK Nut Butter OK 正味 Nut Butter 就是 椰子 醬 或者叫做 花生醬 或者是杏仁醬 這些就是 當然要買無糖的 它為什麼很棒呢 就是 你拿它混合椰子油 加少許Stevia 在鍋裡弄熱它 融化之後 你倒進一些膜裡 它變成一粒粒 好像朱古力 Truffle 那樣 譬如你早上趕出門口 你連這個Bullet Proof Tea Coffee 都沒有空喝的時候 你拍一粒 或者你可以當作飯後 當作甜品 都可以 那你就會吸收到很多 好的脂肪 好的脂肪 and 你又不會怕 脂肪拿不夠 這樣 Gloria 我不同意糖 人體每日都需要 只是要適量 是不會不健康 都是那句 環顧四周 我們現在是 Way過量 你要低糖飲食 你可以Under 100g Gram一日 你可以Under 50g 一日 或者你要去到生酮 的狀態 你在Under 20g 但是你未 experience過 生酮有多好 你是不會知道 我在說什麼 所以我講來講去就是 Give it a try OK 你只要Limit低了 你的糖分吸收 而增加你好脂肪的吸收 You will be more convinced 還有你不要聽我講 你都不要jump to你自己 一廂承認的conclusion 你去看一下 哈佛大學 OK 可能他終於知衰 因為他衰了太多年了 還有就是 Boston University Imperial College UCLA 他們到底現在大家 關於Keto diet的看法是什麼 你的身體 所有的細胞 都是preferred ketones 同體 作為它的energy source 為什麼 因為不需要發炎 不需要產生油利基 因為更加穩定 OK 還有癌細胞利用不到 只有一些 已經贏你九條街了 你明白嗎 所以糖分 你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椰菜花裡面都有糖 只不過不會令到你過涼 牛油果都有的 都有糖分的 但不是精製白糖 不是你市面上 買東西 Label裡面八成都是有糖分 OK 我好長氣 好了 接著呢 講到氣咳 另外一戶 另外 It would be nice to have的東西 就是 我講食 我最後講一件 你不吃 你很需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 叫做 Celium husk Celium husk 就是中文譯做 羊青前子 它有打造成粉 也沒有打造成粉 為什麼這個很好呢 這件事其實就是 如果你要做 Keto bread 你加了它 或者你做Pancake 你加了它 它就會有個韌性 它就會更加接近 你們平時吃的質感 還有它是一種纖維 帶動你去廁所 這個很好的Bow movement OK 還有呢 我講這些叫Good to have 現在 好像這個 我在Sogo買的 OK 這個呢 就是日本的舉藥麵 那這個舉藥麵呢 就很容易製造 好像我今晚這一盒 有人問我 是不是Keto bread 就要吃很多肉 不是 我這一盒呢 OK 整盒都是齋來的 看到嗎 整盒都是齋 先把頭拿出來 這一個是有什麼 在裡面 嘩 不要漏下街 不要斜 它裡面就有 白菜 十字花科的 然後呢 也有貓毛 讓我留意到 然後呢 有菠菜 還有Kale 還有一條貓毛 乳衣金藍 又是剛才我所說的 這個舉藥麵 就是人家吃炒麵 恭喜你了 然後呢 有Kimchi 還有有納豆 所以這一碟 其實是超級健康的 超級健康的 那我煮的時候 我只需要加 兩匙的油 其實就已經夠了 如果我一天吃三餐的話 就已經夠吸收了 那你想想 這一盒是Good Fats OK 之餘 它還有很多蔬菜 超級健康的十字花科蔬菜 還有一些發酵食品 即是一個Kimchi 還有納豆 對不對 It's super good for you 即是不是說 要很悶啊 吃東西要很難吃 並不是其實 其實很開心 因為你可以吃Ripping Cream 你可以吃芝士 你可以吃很多菜 即是 你會將你的Cota 你那個炭水化合物的Cota 即是椰子粉 和杏仁粉 其實自己做也可以 很容易的 你買椰子 沒有糖的椰子 用攪拌機打就變成了 省下一點錢 接著 沒有殼的杏仁 又是放進攪拌機裡 然後打 又是變成了杏仁粉 或者你去那些賣焗的地方 因為Macaroon 是需要用杏仁粉去做的 這些就是說 如果你會想做 譬如在家裡有小朋友 或者 我喜歡吃班戟的 我喜歡吃麵包的 我喜歡吃麵包的 我喜歡做起司蛋糕的 你不就是用這些 代替麵粉而已 對 很好吃的 好了 接著另外 還有一點 Good to have的東西 Good but not absolutely necessary 就是這些 Nuts 還有一包的 在這邊 這三種Nuts 都是我們Kido 吃的 就是 夏威夷果仁 就是這個 夏威夷果仁 OK 接著 Pecan OK Pecan 碧根果仁 還有 巴西果仁 你不用多的 其實我以為 我吃一個沙律 那我每樣拿一粒 或者兩粒 然後 中碎 即拼碎 灑在沙律面上 再淋橄欖油 還有 好的鹽 OK 那你就已經夠了 其實 不要經常覺得 你要大膽肉 我剛才都說 喂 一副Pecan 每一餐 你真的不要想著 你可以吃很多肉 反正你要吃得蒸 而且你的肉 不要太瘦 你真的要盡量肥 因為太多的蛋白質 又會轉成糖 OK 所以你是要好的 比如說 老子有很多錢 那你就吃A5和牛 你就吃鵝肝 但你說 不是啊 我想省一點 那你就吃 比如說 豬腩 蛋 這些便便宜了 OK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 可以 沒有啦 差不多 我覺得 但是還有 比如說 我覺得 good to have 的東西 就是 這個 介紹你一下 OK 一刀黃甘甘 是什麼東西來的 這個 我裡面其實是有 這個 Cheer Seed 就是奇亞籽 再加黃甘甘 其實是 薑黃粉 OK 黃薑粉 和肉桂粉 對了 那 如果你喜歡甜甜的 那你就加 Stevia 那你混了它之後 你就可以撒進去 你的檸檬水 啊 Sorry Must have之一 檸檬啊 對了 檸檬水啊 檸檬水 你可以加 Stevia OK 或者 你變成甜的檸檬水 或者如果你 頭幾天 這個Keto Flu 很嚴重的時候 你可以 鹹鹹的檸檬水 因為 Keto Flu 你可能會頭痛啊 你可能很累啊 你可能會 好像我這樣 喪口渴 你拿去喝水 你沖得 你的電解質更淡 你那個 礦物質流失得更厲害 是不行的 你是要補充 所以你可以吃得很鹹 都可以的 因為你的腎現在很開心 它這個不用繼續 維持很多的水分 和蠟質 OK 好了 這個是很好的 沖繩人呢 長壽的原因之一 就是他喝薑黃茶 其實 薑黃是一個很有效的 抑制癌細胞生長 和抗消炎 的東西 好了 最後呢 兩樣東西 就是一個不吃得 一個吃得 一個吃得 我先說吃得的 好嗎 就是 不是一定要這個牌子 但是你可以買這個牌子 也可以買別的牌子 但這個牌子是相當之好的 我覺得 就是Hyperbiotics 的Pro-15 就是益生菌 OK 因為它有個專利 就是它說它落到你的腸 才打開 然後你的吸收率 就在九成以上 因為萬一你們蔬菜吃不夠 那益生菌呢 它都可以在你的腸道發揮作用 令到你的吸收更加好 你腸道更健康 這樣 好了 一個就是Must Have 這個Must Have 就是什麼呢 就是生酮嗜子 OK 就是我沒有領著 生酮嗜子 OK 當你開始了生酮飲食 And again 開始之前 請你上我剛才說的那個Web site 將你有的問題 Send給那些專家 去為你解答 第二 請你去 我會提供一堆Web site 或者你自己Google search 上網看看 可以吃什麼 不可以吃什麼 第三 將你自己的身高 體重 年紀 皮下脂肪 乳肪等等 輸入去 它給你一個 Macros 給你 即是蛋白質 每日幾多 脂肪幾多 然後 炭水化合物幾多 這樣 OK 對了 如果你是想減肥 你是不想 會 即是癌症 或者什麼 即是 prone to 即是容易有癌症 或者你想積極預防的話 那你就是要是Ketosis 即是20g以下的澱粉質 那你怎麼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開始了 身體開始生酮 即是將脂肪轉化成能量 你就用這個 這個Keto stick 在萬寧有賣的 你轉到這邊 你就會看到 它有不同的顏色 看到嗎 如果 如果 在下面的顏色 即是沒有生酮 OK 那麼 去到上面 這個淺色 就是 微 好微 這個 一點點 然後去到這裡 就是 開心了 這樣 這個當然是最多 OK 那麼這個 很簡單 就是驗尿 你每天睡醒 驗印 第一 就 有些督尿 OK 這樣呢 就放進去 或者你在摔的時候 塞一張紙 男子容易一點 這樣呢 你就把他拔濕了 就可以了 他一邊一張紙仔 放進去 然後你拿出來 拔乾它 放在這裡 等 exactly 15秒 你不要15秒前 又不要15分鐘後才看 因為顏色會變的 所以你15秒就去看 你就會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生酮 還有呢 你不需要每天去檢查的 除非你說 你昨天拍了一些不應該的東西 但如果你說 喂不是的 其實我吃得很清的 就是我吃得一些東西 是很穩陣的 因為我有做到研究 我知道什麼吃什麼 都不能吃 但你久不久 如果萬一你破了界 或者你吃了一樣東西 你不肯定行不行 你明天就去檢查 你去檢查 你看看你自己有沒有 Leave到Ketosis 即是突然去回 母式淺色那邊 好了 這個就是阿姐 今早 都不知道怎麼會給你們看 OK 阿姐今早 看不見到 OK 我的 OK 我就去到最深的了 OK 真是Ketosis 不會有錯 所以為什麼我的皮下脂肪 即我的肚腩 已經 扁了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她已經吃了我的肚 可以吃多一點點 我不介意 但是隔了幾個小時之後 再看 顏色已經淺了 你見不見到 是同一張紙來的 OK 所以時間是重要的 好了 我想我今天要遇到的東西 就遇到七七八八了 那麼 就 你們等重溫 還有 等我把所有的link post上來 讓你們慢慢自己看 自己溫 自己了解 好不好 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